第二位是我們台電公司的簡福天副總經理 那因為我從事於核能工作了大概頭尾到現在有37年了 那這37年裡面我過去在電廠工作 那麼電廠搞營運那麼搞如新的這一塊 那後來呢從事於到台北總公司做核能安全的管理 那做完核能安全管理之後去做電廠的營運 那現在來做整個核能的包括1、2、3包括核四都在我這邊管理 那核一現在正在除一當中 二、三呢有一部機呢在剩下沒幾天也到進入除一了 那二號機還在運轉 那核四的部分呢就我相信今天大家在座各位最關切想多了解的 那我站在台電公司的議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因為我要把事實的真相跟各位在座的年輕人做分享 我沒有任何政黨的色彩 好 那麼在這個簡報的首頁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在這一次的核四公投裡面到底有哪些真相 用什麼意義可以代表這個真相我可以說清楚 我站在我過去現在在經營對台灣2400萬人口 我必須要負責我可以說清楚 在這一頁裡面我必須要很坦然的跟各位報告 一個核能電廠從蓋廠 然後蓋完的廠之後怎麼樣交給一個電力公司去營運 坦白說它有四個安全條件缺一不可 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設計 設計我們舉個例子 核能電廠的傳統一般來講住宿 第一個耐震 但是耐震之後裡面要裝的是什麼 除了廠房要耐得了強震 強震之後它不能迫起 迫起裡面的輻射線也怎麼樣飄出來 所以它要耐震 所以要選擇一個很好的條件的耐震 再來看移控 所有的移控 美國電機電子協會叫做IEEE IEEE三個E 在這個裡面有規定什麼 有規定所有的控制移控 所有的電器設備 它安裝走的路徑要怎麼走 這兩個路徑不能太靠近 為什麼 因為只要通電的管線 會有電磁干擾 會造成信號規律裡 沒辦法解決問題 讓機組安全停止 好 有了設計圖面OK 完了之後我們再來看施工 施工就要按圖施工 有圖可以施工 施工完了要有 平保的相關的保險公司 驗證公司逐一的去確認 它可以確認 這些工期是按圖施工 這些東西是符合安全的標準 叫做核能平保規章的流程 好 做完了 假如這個廠蓋完了設計OK了 也可以按照這個施工了 好 接下來要做試運轉測試 就是去驗證 這樣倒完之後這麼龐雜的系統 所有的每個系統它的安全功能 有沒有OK 好 去測試 好 這個安全功能去測試 完了之後 如果OK 問題又來了 不對 有人會問 這安全功能測試 那是在常溫 常壓 電池還沒穩穩 那會算不算 沒錯 這是常溫 常壓的測試 這不能當作真的 這只能告訴我 可以符合了 但是另外這些設備 最主要是應付事故 異常的戰態 這些要透過什麼 所有的設備 要不管是機械的電器的 移控控制設備 要去耐震 去經過耐震驗證 去地震平台去甩 看看能不能耐得了多少地震 耐得了地震完了還不夠 因為所有事故發生的時候 舉個例子 湖島 森諾比爾 山地島 這事故的當下 它一定是存在一種很惡劣的環境 高輻射 這些設備會不會瞬間老化 能不能把信號送出來 讓機組去運轉 還要耐輻射 耐高壓 耐高溫 耐高潮濕度 這些都要去驗證 在製造出廠的時候 要拿到耐震驗證跟環境驗證 才能夠確保應付事故的能力 但這兩個鬥起來之後 還要再經過三個考驗 第一個 不然這設備到頭起來 未來運轉 運轉的時候如果出問題 有辦法查問題 查修 有辦法去判斷問題所在 再來 設備運轉一段時間 要停下來 檢修 碎修 我們叫做大修 那麼這個大修過程要聽 聽的時候有辦法聽嗎 空間夠不夠 第三項重要 安全係數 因為透過了設計圖出來之後 你才知道每一個設備的關鍵環節 它有多少的安全係數 而你運轉如果出了狀態了 你的安全係數還夠嗎 要拿出安全係數的東西 去稅務管制居關 去讓人民考驗接受它 這就是一個好的店長 如果這一半不到 他的安全是不及格的 所以那一天 苗一元在現場 在上個禮拜四講得非常的好 他說這艾武安全風險的管理 這就是安全風險管理 下一個 在這一頁我為什麼要選擇 一場二場三場跟核四來做比較 我們來看過去的一場二場三場 我們現在在台灣運轉的這幾個場 何一雖然處一 第一個 這三個電廠都是Copy 美國已經有的電廠 完蛋造鈔拿過來 所以有沒有設計圖 有 有沒有運轉的經驗 有 有沒有維護的經驗 有 有沒有可以大修的經驗 有 通通有造鈔過來 有一個顧問公司 這個顧問公司就按圖 我們美國的某一個電廠 跟這名 跟這合一廠的叫做金山 跟這合二廠的叫國盛 跟這合三廠叫馬鞍山 跟 都一樣 所以在整個設計 採購 由顧問公司去採購 台電來施工 按圖施工 施工完去測試 由顧問公司測試完 交給台電營運 這是一個好的電廠 因為它什麼都 我剛剛講的條件都符合 所以它可以運轉到現在40年 而即將要廚藝的核三廠 都可以確保足夠的安全係數 我們來看核市 核市場在民國84年的照標 由三家廠商來投標 結果三家廠商來投標 都發覺死了 阿丘過第一家 百萬幾二十 走不下去了 流標 廢標 這是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那走不下去怎麼辦 你到85年想說 那是不是台電來想辦法 改為分包 從統包改為分包 行進一批路 批路了 結果得標了 是誰 奇異公司 奇異公司得標之後 是分包了 所以更糟糕的是 它分包怎麼分包 它拿到一個電廠 叫做進步型 廢水式核反應器 叫做ABWR 如果當時它拿到這個包 按照我剛剛講的設計 施工 施運轉 跟應用 這個應付事故能力的話 它如果聰明 它拿日本 同樣已經有運轉的 這幾個電廠 一模一樣的設計圖 叫操就OK了 今天也沒有很多問題 不行 它不一樣 它自己摸一圖 它摸一圖 目前沒有運轉實機 它摸一圖 沒辦法出設計圖 因為它過去是一個供應商 沒東西啦 沒東西完了之後 它沒有設計 所以它發包給各種設備的設計 供應 所以它出不了土 它出土的速度很慢 所以那時候為了改工的情況之下 就在差不多不到50%的設計的情況之下 去進行施工 然後那時候問題就來了 分包之後的分包 把所有電廠分包成835項之後 有500多個廠商進場施工 我們找問這個空間 我們當會議室這個空間 有這麼多廠商進去 你對你的時間不設計 我們找問會亂七八糟 當然亂 所以變成邊設計 邊施工 好 下一個 我們舉個例子 這兩個電廠很相近 它變化設計上差不多 一個核二 一個核四 各位看核二所有的管子 該怎麼彎就彎 彎一定的幅度 不能彎曲 有沒有距離 地震來了 彎會掉 有設備如果過中 樓會怎樣 可以拿土面去查修 好 再看下一頁 我們來看核二廠 核四廠 要把這層聽聽聽聽 外面的公路聽聽聽聽 創造空間 我就直接來修理 這叫可運轉性 可維護性 問題就在這邊 路線如果不一樣 各位 如果貿然上來 我敢跟各位保證 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 我們未來的第一線的同仁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為什麼 壓力很大 基礎帶不上來 輻射劑量很高 他要去吃輻射劑量 我身為一個在核能電廠經營管理者 我不能接受 因為這是我必須要對人民 跟對我員工負責任的 好 再下來 這個就是當時在整個的施工狀態 被監察院從反應爐的基礎 焊接用錯了材料 焊接沒有回火 結果拆掉上來 設計 奇異公司沒辦法出設計圖 因為以前是設備供應商 沒辦法出設計圖 自己來去划款 這些一大堆的問題 被監察院開了21件 被原能會划了2290萬元 各位 我們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運轉了超過40年 我們過去被監察院調查 全部都倒掉三件 好 多少安全問題 我剛剛曝露的這案件 我把它匯總起來 七大安全問題 反應爐 正常的反應爐裡面的 所有的組件的焊接 有毒 根據這個毒 焊接厚度要多少 焊接的厚度 焊接的溫度要多少溫度 焊接 焊接完之後的非迫害檢測 要怎麼檢查的溫度 還有焊接是什麼材料的焊接 有毒 我這樣改不完 然後還有個保險公司要去驗證 要照這個來 如果這個沒有 請問各位 未來反應爐裡面是超高輻射 因為反應爐已經啟動了 你能保證裡面所有的材料 跟所有面臨的問題 怎麼做噪音判斷 尤其是我們做熱水流分析 很多的問題 一難砸症 你沒辦法去判斷 我們再來看圍主體 核能電腦最後一道防線 避免輻射外線就是圍主體 但是圍主體的原來設計 是要能夠釋放出熱量的管線 是2.4%的熱量壓力要釋放 但實際上現在只有多少 1.4 萬一發生意外 累積能量在圍主體 圍主體動不夠 動不夠 這是一個圍主體的危險 再來 我們來看看電器的 安全系統的電器設備 這個更重要 現在有人在說話 安全系統電力設備 當時的抗輻射的能力 是要能夠耐180天 什麼叫耐180天 各位輔導可能 離在座各位現在可能過去還有一些影響 2011年 輔導事件發生的時候 因為它比較不幸 它有海嘯進來 所以造成所有的設備 廠房進水接地 所以所有的安全系統 很多上不來 但我們姑且不談海嘯 所有的耐輻射設備 就是在這些電器設備裡面 一旦面臨到 有這麼多的意外事故發生的時候 輻射劑量會很高上來 輻射劑量很高上來之後 開始會面臨挑戰 什麼挑戰 你有沒有辦法動多久 讓安全系統都撐在那邊運轉 但事實上設計只有100天 沒有辦法維持那麼多天 那很簡單 我剛剛有跟你講 這叫做什麼環境驗證 那既然不行 沒有過 廠家能不能提供 它就是拿不出來 在剛剛的所有的狀態裡面 會突然 最終安全分析報告 有人說它通過了 坦白說 最終安全分析報告 到目前為止沒有通過 然後再來 有沒有符合設計 我剛剛特別講 有沒有符合設計 沒有 然後再來看看 它沒有熱處理 沒有熱處理 應付事故的能力的耐受性 所短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一下 圓能會 圓能會對核市 如果說往下要帶 那它有哪些事情要完成 我告訴各位 現在它管制總共75項 試運轉測試 只是75項的一項 沒過 輔導 還沒有做 各位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特別重要 就是可運轉性 可維護性在這裡 到目前大家都還沒有去談 好 所以很多東西沒有辦法 reverse過去 有這兩個前朝的 現任的 安全是誰把關 各位都知道 全世界為了核能的安全 都有 那個國家的安全管制機關 台灣叫做原子能委員會 他也講過 沒有一個國際的慣例 或者是一個經驗由第三方來確認 各位常常看到報章媒體 那個講的安檢 能不能算數 當然也不行 所以他當時只看著什麼 試運轉測試是法定的程序 你送給我審 我審 那安檢程序不算數 好 那為什麼 我待會容我下面再說 後來 經濟部 行政院 為了要在 2013年的4月 為了讓 大家對核市的安全 有一點信心 重新create一個叫做安檢的小組 因為大家有疑慮 所以行政院去要求經濟部 成立一個叫安檢小組來做 那時候呢 因為協商不能再辦預算最佳了 所以這樣來著 但是各位我這邊特別交代 交代什麼東西 試運轉測試是 原能會唯一核定的 因為它是全世界統一的標準 它有測試人員資格的標準 它有怎麼樣去按照步驟 去執行測試規定 怎麼樣去審查測試的結果 還有審查能夠接受的標準 它是有一定的作業流程跟管控機制 這就是核能頻保作業流程 然後再來看試運轉 它總共需要做308份 187份送給原能會 所以原能會省了半天 7年32份沒通過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社會對它沒有共識 這一頁 這頁我要告訴各位一個 外界一直不了解的 我今天把它呈現在各位給各位看 什麼東西呢 試運轉測試 有每一個測試有淡數 沒有完成的要註記 試運轉測試 在設計跟施工 有做改善評估的品質文件要註記 然後測試的結果 跟設計的規範的標準的比對 我特別講到設計 要不要比對 有 有標記 管制機關原能會要求 管制機關要求查證的查證的 有沒有標記 有 然後重要設備有些有沒有納入 它全部都納入 但這邊你看看 港不港 不港 好 下一個 我們現在開始來談 它現在如果要重啟了 我們說白了 這個是現在大家都在談 都關心的 核四在共聊 這條線就是廠區內兩公里的S斷層 以前叫做S破碎袋 S構造 關鍵在後面這裡 這裡是2019年的9月 經濟部的中央地調所又重新在檢視 發現了核四的外海 奧底下有一個活動斷層 總共長度大概93.9 這個有多少的學術單位參加審查 中央研究院 台大 中央大學 中正 師大 胡佐 還有包括地調所六個單位 好 這些都完了之後 有沒有送給審查 有 管制機關原人會審查 他做了這個結論 他說如果核四你要重啟 沒有這條 要續建 你必須要對所有的地質調查 重新調查 因為為什麼他擔心 這個外海的93.9公里的地震 萬一它有錯動 會不會造成它的連動 舉個例子 我們九六義大利 車隆埔斷層 車隆埔斷層 這麼大的地震 而且前針 低針 引動之後 造成了旁邊的斷層 同時的錯動 這個在學術上叫做共鳴效應 他擔心之類 要去釐清 所以原人會講得很清楚 我們必須要面對 我們未來如果要讓他重啟 這個問題的複雜度 跟花的時間 至少是四到五年 要去做釐清 好 再下來 那既然這樣 執照過期了 如果要重啟 我們開始來講 好 移控 各位在網路上常常看得到 很多人有不同的見解 按照美國電力研究所 APRI EEPRI 它講得很清楚 這是全世界公認 所有的數位移控設備 一般來講在一個核能電廠 大概只有十到十五年的壽命 現在這裡都超過二十年了 二十年之後 不要怎麼辦 只要重啟 還要重啟 我剛好有講過 要有耐症驗症 環境驗症 那沒那麼簡單做 所以剛才這個時間要去 那不可能 三年五百元 以我個人的為人處事 我坦白跟各位講 我沒有政黨的色彩 我一定會說服執政黨說 如果三年五百元算得好 是不是開開的 我們又起來 但是肯定這樣看的結果 沒有這麼簡單 令我自己就做不來 好 如果說 很多要聽 很多要定義 那裡沒辦法控制 那裡要叫人來評估 有人把這顆頭兩顆多了 下來 好 再來往下 美國唯一的國營 田納西流義 叫做TVA公司 它有兩部核能基礎 一個是Wattbox Unit 1 跟Wattbox Unit 2 好了 那我坦白跟各位講 它跟核市場一號機差在哪裡 我跟各位分析 我們核市 有沒有同型基礎在參考 沒有 有沒有建廠知道有沒有失效 有 地震要不要重來 至少四年以上 你這些很多的問題要解決 人家做九年三十億美金 孤可以孤得了嗎 我沒辦法孤 我只好告訴政府當局 我沒辦法 太複雜了 那這個七年是可做的 可控制的範圍 所以工程最怕時間沒辦法過 時間也沒辦法過 鈔票就一直堆疊了 好 那我跟各位分享 核市為什麼沒辦法孤 我記得核市單單 一號機的旗程 從九五 九戀人三轉 又後延到九七 九八年三轉 又後延到九九 一百年三轉 不斷地演 不斷地跳票 後來一百年以後 就沒有公期了 不管控了 試問哪一個工程 可以說沒有公期管控 沒有公期管控只有一個結果 你根本不知道時辰多少 你怎麼去算它的鈔票 好 再往下 核市能不能跟新的核能基礎 現在大家都在流傳 新一代的核反應器 叫做small module reactor 坦白跟各位講 small module reactor 這個是巴菲特跟比爾街 在研發燒了450億美金 還在燒 它是小型的 它還在實驗室 都還沒看到任何國家的政府 給一張紙照 也沒看到任何的電力公司投資 所以這兩個能發炒等號嗎 通通不行 所以 我最後一個ending 就現況的核四 他 人家說三年五百億 划算嗎 能估嗎 當然不划算 能不能及時 太難了 好 我最後的ending 就在這個地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 囉唷